一股所谓的民粹的这个民族主义 然后觉得他这个人做得很了不起 那培养他自己在日本政台上的一个 蓄积他的一个政治上的能量 来帮助他进到日本的首相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角度 那您对于这个中日的外交方面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因应呢 中国有一句话孙子兵法里面讲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 对于日的外交呢 其实应该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对于外交 一个是对于研究 对于研究尤其要作为 对于外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那么研究的对象就非常广了 不管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甚至包括我们刚讲的政党和政治人物 都要去值得深入的研究 再重复一次 百战 这个这个知己之彼百战不殆 那在中日关系再起不然之境 看到英国和法国这个昔日的速递 最近却走得很近 英国法国呢 最近签订了一系列的军事条约 内容包括了共用航母啊 建立联军还有联合核式等等 先生怎么样解读 这个消息昨天见到了 我看了以后就仰然失效 天下还有这种事儿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果呢 用我的话来讲 就叫做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效应 因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以后 大家真是越来越穷了 法国越穷 英国也穷 不像美国还可以印钞票 所以这些国家穷了以后 只能乐己肚皮 然后就结束他的财政 那么因此法国就出现很多的抗议的群众啦 或者什么这个示威游行啦 英国呢 也就两个礼拜以前 一下子删了四十九 四九万这个公务员 总是休饭晚了 然后呢 他的航空母舰 未来十年里面就没有飞机飞 我把它叫做无机 无机母舰啊 不是有机的啊 只是靠在深圳那边 那么所以在这样一步 双方面就 哎 我们互相妥协相 我们合作一下吧 对不对 你也一个航空母舰 我也一个航空母舰 干脆我们俩合作就可以 要不然因为一个航空母舰 不得用的话呢 大概就不行 我们干脆轮流 你在维修的时候我出去 我在维修你出去 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打个比方就叫 刺蚁之间相互群卵 刺蚁群卵呢 小心 大家互相会吃到鼻子的 吃到鼻子是什么意思 因为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当然对他们来讲 我们从第三者来讲 也乐观其成 对不对 能够把四仇都消灭掉 能够合作 代表有互信的 但是呢 这个磨合不容易的 你比方两个 就拿联合军队来讲 你到底谁做指挥官吗 为什么是你英国人 不是我法国人呢 到底该用什么语言呢 为什么是法语不是英语呢 是不是 还有最重要的磨合 就是双方的武器系统 它规格不一样的 你将来怎么磨合 这都是高度挑战 那这样的形式 你觉得美国方面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美国基本上会希望 而且是五位杂陈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礼拜以前 当英国决定要 这个裁很多这个军队 或什么什么的时候 美国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嘛 你为什么事先 不跟我知会一声呢 因为美国觉得 这个就失去了 它的整体的 这个北约的力量 那么现在我相信 美国最担心的 还有一条 就是美国最在乎 就是欧洲 你不应该搞一个 自己的军队 那么所以现在英国跟法国 如果从这里 作为一个起步 那美国就当然会担心嘛 这个起步 如果合作得很好 会不会逐渐发展 成一个欧洲军队呢 这个可是美国是 万万不愿意想见到的 是 所以现在美国正在找 他的新朋友 美国中央奥巴马呢 在这个中期选业之后 立刻到东亚国家去访问 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吹风了 就是说他访问印度的时候呢 他说美国欣然的 支持印度获得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你怎么看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 正在往下面还有进一步分析了 就是美国现在正在构筑一个 针对中国的一个地缘上的 U型的包围圈 这个U型就从右上角的 这个东北亚 然后台湾海峡 东南亚 然后南亚 然后中亚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次前几天 他这个这两天的心情一定不好 就是出访了嘛 就像跟当年的克林顿一样 选完选输以后就到外面去访问 而且第一站就是印尼 这次也是印尼 印度 韩国跟日本 显然就是跟刚才讲的 基本上构想 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他注意到印度呢 是这样 印度是一个大国 而且印度对中国来讲 充满了疑虑 充满了疑据 而且潜意识里面 有敌意的对中国 所以这个是美国最好的 一个拉拢对象 既然要去拉拢它 那么我自己去往往 当然要说个大礼嘛 那对印度来讲 什么才叫大礼呢 这个印度自然是一个大国 但是永远没有办法 进到这个安理会里面去 我只跟中国人口 只差一个多亿 为什么他可以 我不可以呢 所以日本 这个印度想这个安理会 已经想的非常非常久了 那美国看到这一点 好好好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那这个礼可大了 绝对可以大大争取到 印度的好感 对不对 那虽然有了美国的承论 但你觉得印度 就能如愿以偿吗 肯定不能 为什么我讲的这么独立呢 因为我们知道安理会 这五个常任理事国 他们所有这个 联合会重大的意识 同样五个安理会 这个要统议才行 一票获决志 任何一个人不同意不行的 那你说增加安理会的一个 那当然是重要的事情嘛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五个国家的一定要同意 那五个国家怎么会同意呢 没有一个会同意的 包括美国 没有一个愿意 这个五个五分之一的权利会 因为另外一个技能要分摊嘛 是 那既然进不去的话 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大烈烈 想说 哎 我支持你进去原因是什么呢 无本生意啊 他首先答应这个印度 他更是自己不要花钱的 那我努力 你你你放下好了 但到最后你实在是不能成功 那那不是我了 我已经帮你忙了 对不对 那是那是他投否决票嘛 所以谁投的否决票 谁就跟印度结怨了 对吧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 五个理事国都不愿意 轻易的跟印度结怨的 五个理事国都希望 别人去投否决票 就大家都不愿意 投否决票 最终还是需要 有个投否决票的 那在五个里面 最有可能投否决票的 说到底可能还是中国 那么这一来的话 中国跟印度不就结怨了吗 这就是美国的计谋嘛 这个美国就是借刀杀人嘛 36级里面有这么一条计的 这个读得很难 我告诉你 陈浮很深啊 好 那么这个中美之间 到底还有哪些角度可以观察呢 我们进一段广告 稍后呢 实验生要为我们分析的是 中美之间在东南亚 进行的大博弈 稍后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帅客 一车比三车 郑州日产汽车 美的智能电饭包 让每一粒米饭达到62%的黄金含水量 香甜可口 要让小孩吃米饭 进换美的智能包 我要吃饭 天草米饭 美的智能包 完美事业 完美人生 完美中国 中国完美 欢迎回到食品大财经 对于美国呢 在东南亚的动作相当的多 我们看到美国 沟通希拉丽呢 再度访问了东南亚 那么刚刚提到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呢 最近也将会访问一下 这个印尼 印度等这些东亚国家 没错 那么刚刚闭幕的 越南河内峰会呢 也正式邀请美国和俄罗斯 加入作为新的成员 先生您对这些新的形式 是怎么看 首先我们看看 这个东亚峰会 它的源起 它是从这个十加三开始的 十就是东盟十个国家 三就是中国日本韩韩国 那么十加三成立之后呢 日本老觉得不自在 他觉得中国的影响力太大 所以他老想拉进来 更多的成员进来以后 分摊中国的影响力 后来加成什么 十加三加三 后来加进来三的就是 澳大利亚新西兰跟印度 这其实有点勉强 因为澳大利亚新西兰 明明是大洋洲的国家 跟东海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日本还是不满意 日本觉得这几国家 分量还是不够 分不了这个中国的影响力 所以他详细办法 再把美国跟俄罗斯加进来 这就变成十加六加二 那就变成十加八 是目前这个情况 但是呢 我刚刚讲 澳大利亚新西兰 都有一点勉强 美国更勉强了 美国跟东海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件事情 实际上有美国在后面的操作 美国在后面主导 然后由日本跟这个越南 在后面出面 让他终于后的脸皮 能够进入到东南亚峰会里面了 那所以看来中美两国 现在东南亚又开启了一新的博弈领域 你讲的没错 这是中美东南亚博弈时代 正式揭开序幕了 那么这个中美东南亚的博弈呢 实际上我觉得有三个定位 三个角度 第一呢 它是中美基督大博弈的 一个组成成分 在本质上 第二在这个地缘上 它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 美国正在构筑的一个 针对中国的一个地缘上的 U型包围圈的一个部分 U型包围圈是东北亚 台湾海峡 东南亚 中亚 南亚和中亚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他们出访的重点呢 欧巴马就在集中在这个 这几国家 那么第三在战略上 这个中美东南亚大博弈的核心 必须说还是南中国海 是你说南中国海 最近也是风风雨雨不少 也活了不少的版面 那如果照师先生您的说法的话呢 南中国海它会成为中美 东南亚乃至于中美 G2大博弈里面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点又怎么理解 没错 我们谈到这个南中国海吧 它的前世今生 也可以说是历经沧桑了 几百年前 它曾经是正合下西洋 那个时候就是东方跟西方的 贸易之海 那么到了后来的时候 进到这个最近呢 就是因为石油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个地方大地发现了 有很多的油气 所以它又变成的资源之海了 那么再到后来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成为 日本中国还有这个美国的 最重要的战略通道了 它又变成战略之海了 所以你想想一个南中国海 然后身兼这三个最重要的角色 又是资源之海 又是这个贸易之海 又是这个战略之海 如何能够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呢 明白 所以这个南中国海 不管是从资源战略 各方面来讲都非常重要 难怪美国也想积极介入 但照实验生刚刚的讲法 就东亚分会明明是东亚的事 跟美国是丝毫正上关系的 但它现在呢 不仅想介入 还想主导 其实从下围续的角度来讲 美国其实这样做 已经是后手了 先手是中国 中国已经站在先机了 为什么我刚刚讲了 过去这十几年 中国在跟东亚关系 已经搞得非常密切了 而且这个速度增加很快 那么最重要一条 就是十加一 自由贸易区的协定 从今年开始正式运作了 而美国现在已经落在后面了 是 那美国呢 美国应该跟这个东亚国家 关系一向挺好的 你讲的没错 它是不是也注意到了 这个十加一快速发展 过去美国跟东亚关系 确实不错 尤其是二战之后 那么就